大家好,朱春奴 澳門一向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產業 不過以前政府和社會人士一向都有提倡 澳門經濟要適度多元發展 疫情兩年、三年當然大大打擊澳門的博彩旅遊業 因為博彩旅遊業是靠人員的流動才賺到錢 所以對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的推動聲音越來越大 說好逼切 不過差一點話題 我又想想疫情下哪個國家 即使是多元化的國家英美 經濟也受到影響 既然適度多元,經濟當然要轉型升級 怎樣轉型呢? 前兩天有個座談會有商界人士應貴 澳門一向強調需要轉型 並且要學習拉斯維加斯 搞新媒體、低稅、金融投資中心等產業 即現代金融 但他說澳門市場根本沒有迫設性 又指多元發展 在以前根本沒有人重視 其實也有人重視 但他說直至現時博彩業陷入最艱難時刻 才發現弊端 認為時機有點微妙 至於現時博彩業縮減澳門 可否轉型發展其他行業 他認為城市經濟轉型 應該在政府有錢時做 而不是現在的袋子清空時進行改革 也不是的 我們現在還有六千億 不過不知何時花光 至於怎樣協助澳門的中小企走出去 他說在美國教育中 將創業家精神滲透到所有教育學科 給予種子發牙養分 澳門政府也應該加強培育學生提升個人競爭力 以及創新思維 同時給予政策扶持支持中小企走出澳門 至於澳門理工大學博彩旅遊教學及研究中心教授曾中錄說 澳門主要倚靠旅遊業 疫情下只要與旅遊有關的經營都很困難 他認為這三年以來並不是最好的轉型時機 他又指施政報告中 就業中小企和多元化產業問題是頭三個急需要解決 雖然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 將產業多元化轉型放在第一位 但至今發展不理想 主要是因為薄彩業發展得太好 澳門太小 土地、人力資源有限 在薄彩業的光環下 周邊企業影響力有限 導致其他行業不斷萎縮 不過老實說 澳門會做些甚麼其實都是有限的 火箭、發射、登陸月球、火星 現在未必可以 可能遲些都不一定 他建議澳門實現多元化 需要著重培養企業家創新創業精神 認為澳門教育和美國、歐洲相比 需要進一步提升創新創業教育 有關多元化產業發展的未來 曾教授又說 商家亦需要自己找出路才行 一美只是靠政府給資源和機會 並不是長遠之賊 好,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另一集先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尾截圖為碼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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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